是國民黨說呢 你應該馬上發現金 你要照顧一千七百萬人啊 那昨天這個民進黨的官員 也很不滿啊 那如果他月收入二十萬 我要給他紓困什麼啊 所以你怎麼看 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跟你講說呢 現在現在政府一千零三十五億的 直接那個補貼三百萬的民眾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救急也要救窮 那可是你說實在話 這錢要花在島口上 不是說大家魚露均沾 大家本多少錢 那不是就是政治分章嗎 為什麼他們會想到這個 就是因為當初馬英九的那個 那個消費券嘛 那時候舉在八百五十八億 對人家最對GDP的貢獻是多少 百分之0.28到0.43而已 你知道嗎 所以你看 他們當初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替代率六到七成 因為大家拿到消費券 我只要去買我贏的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集中在 某些的那個消費上嘛 你就不會就擴及到所有的 所以跟你講說 現在注意的 第一階段叫做防疫 那防疫的話當然要注重紓困嘛 有些人 因為生活不下去 我常常講說 有的人就限於生活被關掉了 他現在就是沒有辦法 像很多餐廳 那餐飲業 旅遊業 觀光業那些 他現在立即 陷入立即的困境的時候 那我們紓困對象當然是這些啊 那你防疫紓困 接下來才是振興方案 人活下去最重要 你現在就在振興經濟 要是要振興什麼 全世界都已經暫停建的話 你經濟動人動不起來 你要動什麼 所以後來要等到疫情緩和之後 你才是振興方案嘛對不對 可是振興方案的話 政府 你 在野黨要去監督什麼 你有沒有顧及到普及跟公平性啊 對 你現在賣錢賣就叫人發現金 那你是賣錢賣就叫人 對啊 對不對 很多人拿到現金是存起來也不會花啊 對啊 所以我就常常講說這個 在野黨真的是不像話啦 我講實在話 那你接下來你說疫情 你要發酷蓬券的話 那你的方便性跟普及性的話 這是你在野黨才要去監督 要去看的嘛 對不對 你現在整天之前講口罩 現在要現金 你也拜託 你可以搞一些 你說那個楊瓊英問人家說 陳時中去拜媽祖廟 拜廟要跟你說嗎 他在問媽祖改說什麼 他其實問說媽祖 到底跟陳時中講了什麼 你問這個你叫陳時中問陳時中 你整個叫黨籍來問嘛對不對 叫通靈還是他們擲筊都可以啊 所以那個立法委員 是這種程度的立法委員 我第一次聽到人家這樣問的 對啊 而且今天你知道那個立法院 那個陳玉珍跟那個 葉玉蘭兩個嘛 葉玉蘭還是警大以前的教授 你知道嗎 他們不是針對那個大陸 最近不是有常常那個民兵 海上民兵有沒有 就是他們那個漁船啊 他們最近在東海金門 還有南海鬧事你知道 被害的有台灣的嘛 之前3月16號不是 海巡族船隻被他們拿10塊 9坪攻擊嘛 還有包括日本的船隻啊 越南的船隻被他們衝撞啊 那我們今天就在 他竟然執行你知道嗎 他告訴你說 不要把這些漁船來 當作定義為海上民兵啊 他們都是老百姓 很可憐 而且他為什麼會反抗 會衝擊我們的海巡署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們海巡署 金門縣政府 都要去取締人家那個 漁網 非法漁網你知道嗎 所以他去取締了說 讓那些漁民啊 金丁火大 是他跑 所以他人還要衝撞你 你跟這種立法院 金門人 這種領域已經算出來啦 對不對 你那個老百姓跟民兵 你都搞不清楚 而且那個葉玉朗還教警大的 你這樣怎麼對你的警 警察子弟兵交代啊 所以跟你講說 這實在是荒牆蟲 而且我常常最講 最近最常講一句話就是什麼 干你屁事對不對 你看那個陳學勝對不對 又在講叫陳時中 講林書豪 林書豪的事情干陳時中什麼事啊 當初林書豪我才說他有點尷尬嘛 對不對 他共赴國難 回到中國去打球 對不對 那回去打球的話 他至少比黃安有種吧 那你要不要講一下黃安 為什麼黃安留在眼 現在還歸在台灣 對不對 讓人家不屑嘛 說實在林書豪回去打球的話 被人家出征的話 干陳時中屁事 真的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看我最近常講這句話 他就說干你屁事對不對 你連這個也要質詢 對啊 後來剛剛說 還有那個什麼口罩顏色啊 什麼東西 我就跟你講說 人家不要 不要公開讓人家知道嘛 對不對 我們大家都知道 你今天要什麼顏色口罩 現在還有 昨天還有看到大紅色 還有橘色 我老婆說 那橘色好漂亮 那是送給荷蘭的 你找朋友去換嘛 對啊 想辦法去換嘛 想辦法去換嘛 你沒有朋友換不到 你又在怪人家說什麼 為什麼你有這麼漂亮的口罩顏色 唉 那個伊夫哥 要不要幫他換一下這樣 所以就跟你講說 沒有朋友 我們就來找尚伊夫 對不對 他朋友很多這樣 所以就跟你講說 我覺得這個口罩問題 跟國民黨這一次 真的是在這個 我剛才講過說 你看全世界 你現在扯到說 你要發現金要幹什麼 說為什麼要跟上時代潮流 我常常在講說 美國英國為什麼 他們要發現金 川普要選舉啊 對不對 而且我就跟你講說 美國人真的 散到要幾顆 他們就沒有看過 有些人真的 活到一把年紀 沒有看過百元鈔嘛 美國人他們那個 全部都是這樣 舉債過日啊 他們今天刷卡 一直刷 一直買東西 買完需要用什麼 對不對 你到月底的時候 你薪水入帳之後 你就要開始繳帳單啊 所以他們沒有看過 這麼多現金嘛 他們是為了選舉 我發現金給你 每個人看到現金 這麼多錢啊對不對 雖然也不多啦 像美國你看 成人每個人3.6萬 小孩子每個人1.5萬 可是他們有很嚴格的 排付條款 對 他們是那個年收入 7萬5千塊美金以上的人 你就不能領啊 而且那個說實在 他們現在這一招也厲害 你要領這筆錢對不對 很簡單 先把所得稅給繳了 對不對 你繳了錢 先繳稅 對啊 我再給你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種你跟人家什麼世界潮流 比什麼 每個國情會不一樣 像韓國也是 韓國是因為收入居於70% 那個平均線以下的人 是家庭災害補助 對 所以他們還有分什麼 他們更複雜 他們也是消費券跟禮券啊 他們也沒有發現金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什麼叫做時代潮流 你要不要看讀讀書 現在發現金也只有美國嘛 對不對 那你台灣你說你職義要發現金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發現金 現在很多餐廳都已經倒了 很多餐廳都已經關了 或者都已經歇業 不能旅遊不能幹什麼 那你發現金 你不是鼓勵人家把錢存起來嗎 所以就跟你講說 很多事情要周圓的想法 不要一天到晚只是搞那些有的沒有 然後講一下韓國瑜 那韓國瑜現在說實在他打那個行政訴訟官司 是今天開庭的嘛 我就跟你講說 這有兩種情況 一個就是駁回 那他就要上訴到最高法院 要提抗告嘛 那如果裁定的話 那他又告中選會 那個如果裁定的話 那中選會他也要提抗告 所以到最後一定是最高法院 那我就覺得說韓國瑜真的像個男子漢 對不對 喝酒的時候不是豪氣甘韻豪爛啦 對不對 那現在要罷免 要罷免就罷免嘛 對不對 他以前不是講說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林什麼的 林北等你對不對 還有什麼什麼放馬過來 你現在有這樣 氣壁這麼壞 對不對 我說實在話 今天 他們講說 你今天就好好做市長 做市長做好 對他來講是不可能啊 否則他為什麼要逃避議會的監督 既然做不好 不可能的話 那你就乖乖的去那個 否則你就自己辭掉 我一直在講說 你人不要走到 讓自己走到最後那條路 他講說什麼 以後民進黨會變成一黨獨大 一黨專政 一黨獨裁 我從去年就一直講說 在野黨要爭氣 如果今天民進黨真的一黨獨大 一黨專政 一黨獨裁的話 誰造成的 就是你們國民黨 就是你韓國瑜嘛對不對 對 不爭氣的政黨 跟不爭氣的政治人物 你今天才會讓民進黨這樣啊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這樣歸 終究到最後 還是你們國民黨跟你韓國瑜的罪啊 那你今天叫人家不要罷免你 對 你就憑什麼人家不罷免你 我告訴你 高雄人真的不能讓笑整死人 所以當然你看 我早就講過說 韓國瑜被罷是一定的啦 這個不可能會留下來啦 因為全台灣高雄人他也知道 我在寫歷史耶 歷史上我總要高雄人記上一筆啊 所以你才講說 不要那個 而且你看那個泛男的里長 都已經這樣在搞了 就表示說 他也知道他的熱烈程度 所以我說淺然的 不一定泛男的就支持你 淺然的已經都一向 就表示你這個市長好不好 大家都清清楚楚啦